好 再來看到的是小巨蛋 往往是很多演唱會的場地 但是以後有可能沒有辦法出租給演唱會嗎 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出席了 松山區里長座談 曾經為了小巨蛋噪音問題 下跪陳情的里長 他再次提案說 要求小巨蛋停止租作為演唱會的場地 對此蔣萬安表示 去年小巨蛋的管制標準 從63分貝降到了60分貝 已經有再次加強 會聆聽里長的意見 再提出更多具體的解決方案 邊唱邊提醒粉絲配合一點 畢竟這首三天三夜 讓附近正不停居民幾百歲 小巨蛋正定防震規範 藝人得宣導場館 禁止跳躍 我們都是人家的父母 在地里長夫婦還為此成情下跪 釋放松山里長座談 里長向新任蔣市長提案 應該停止租作演唱會 當初是體育異用地 不是在辦演唱會傳用 動感的啦 搖滾的啦 那個確實會 裡面加重會震動真的很厲害 像這種團體就盡量 請他們到北流去 的確我們了解是滿嚴重的 我們都會聆聽里長的意見 再次提出更多具體的解決方案出來 附近住戶震得多厲害 市長說挖窿災 但去年管制標準 從623分貝漲到60分貝 議員直言這樣還不夠 在過去的案例 它符合市府以分貝來測量的標準 但是仍然引起震動 就應該再去重新檢討 我認為說那個標準的部分 我覺得定的太輕了 所以呢 處罰也沒有用 我也會要求相關局數 在港區審查的時候 編合反問 小巨蛋是很多藝人開場首選 要能滿足歌迷 又不得罪居民 噪音問題依舊是燙手山芋 這台北綜合報導